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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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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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说出 按照中国式的经济学 GDP 三个字母 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开始 一号选手 国民生产总值 答错了 扣十分 你说的是世界通行说法 我问的是中国式 二号选手 在中国 GDP 就是搞地皮的意思 恭喜你答对了 加十分 好 下面进入我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 与历史做比较 请说出我国在外交手段上的最大进步 开始 一号选手 过去是割地赔款 现在是只割地不赔款 而且还敢大声抗议了 说的是事实 但是不准确 靠十分 二号选手 我国在外交手段上的最大进步就是 以前用文成公主 现在改用大熊猫了 恭喜你答对了 加十分 好 下面进入我们本次抢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关于经济生物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问题 答对了可以加二十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听 上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 于是农场主把过剩的牛奶倒进河里 今天在中国发生了同样的现象 请问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开始 一号先生 中国的鱼喝了牛奶 都得了肾结石 恭喜你答对了 好莱坞这新影片《道梦空间》 7月16日在北美声音以后 连续三周蝉联北美票房冠军 该片于9月2日在中国上映以后 引起了我国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为此 我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 特别安排了一次 与该片男主角好莱坞影星 莱安纳多·迪卡普利奥的一次视频对话 就《道梦》这个主题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当莱安纳多·迪卡普利奥 附入在美国的视频交流现场时 中国现场爆发了热烈友好的掌声 我是胡锦涛 张泽民同志都是你的粉丝 Good 他尤其喜欢你在电影里 与女主角在传头的经典 pose 还特意与小颂那张照片你知道的 而不过老蒋宇晓松的那张照片 侵犯了我的版权 什么版权 我们三在共和国 没有版权这个名词 好了不谈它了 小迪亚 你最近演的道梦空间 我看过了 哦你喜欢吗 很好看嘛 我还特别交代广电局 一刀都不许剪 让全国人民看看原汁原味的美国大片 哦谢谢胡主席 不用谢 小迪亚 这次请你来 就是要和你切磋一下 有关道梦这部电影的一些问题 哦好啊 想不到胡主席对这个题材这么感兴趣 活到老 学到老 就说你的道梦本事吧 其实说白了 就是小偷嘛 在我们中国 也叫三只手 可我这三只手不投钱包 而是潜入别人的梦里 盗取潜意识中有价值的信息和秘密 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了 小能小数而已 老梦 我们根本就不用废那个事 直接封掉所有人的梦想 不许人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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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仅封掉了中国人民 对于什么民主 自由 公正正义的梦想 更让中国人放弃了对住房 医疗和教育的梦想 让三代中国人死心塌地地面对现实 不是比你更厉害吗 哦 是啊 你们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刀猛者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释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